战争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上战场的士兵随时都可能丧命 所以在战事不顺利的时候 很多士兵会选择装死来度过一劫 虽然这种情况不一定能够活下来 但还是有少数幸运的特例存在 今天小编要讲的就是一个装死的士兵 不但活了下来还成功的被人们记住了 但是他这样的做法也让他在法国的一个教堂上 被挂了70多年 这是为什么呢 下面就让小编为大家讲解一下 在二战的时候 我们知道当时德国是严防盟军 从西海岸登陆的 所以盟军直接攻占西线的诺曼迪海岸是很困难的 盟军经过协商以后 决定先从空中打开局面 派遣散兵进入敌人后方开辟战场 当时的情况是很紧急的 因为天气时机等因素影响 在一个晚上搭乘同一架运输机的30余名散兵 被投放到了错误的地点 这个错误的地点是在一个被德军占领的小镇上 这些士兵们在下降的过程中 遭遇到了德军的疯狂打击 大部分士兵都在空中被打死了 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叫做约翰·蒂斯尔的士兵 在降落后侥幸没有被击中 于是他就落到了一个教堂上 当时他的降落伞挂在了教堂的尖顶上 他也顺势装作死了一样躺在上面 这也让他逃过了被当场击杀的命运 最后他虽然在敌人的搜捕中被抓住了 但是在后来他又成功地从德军的军营里跑了出来 他在回到自己的大部队后 又带领战友们成功攻克了这个小镇 后来当地的人们为了纪念他 就制作了和他身材一样的玩偶 挂在了那个教堂上 看起来非常的逼真有趣 一直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了